孔雀開瓶 有沒有 孔雀開瓶 你看不到的話 你認為 這只是芒花 芒草 沒什麼 這好討厭的東西 我們想要除掉它 好討厭 你就沒辦法當下來欣賞到 法界的孔雀之美 你看著這些番茄 你覺得它沒什麼 我們容忍種 然後我們就是一分耕耳一分收穫 我們種什麼 然後它就會長什麼 你都看不到 大地的重要 看不到水分的重要 陽光在那裡一直普照 你也看不到 當你慢慢的打開支援去看 你會充滿的驚奇 而且會發現 竟然這個綠色的會變成紅色的 而且它竟然會漸漸的成熟 而且小的又會變成大的 那你看 法界變化出來的這些是真實的 真的能夠讓我們吃飽 真的能夠讓我們止飢渴 不是像一般 有的人在那裡 噴雞鬼啊 吹氣球啊 吹牛皮啊 不是這樣 它真的是吹出實際的東西 讓我們實際去享用 那你看 法界你看 我們在看法界大師吹氣球 這小小的氣球呢 一條小的氣球呢 這是藍瓜金瓜嘛 你看它能夠把它吹慢慢的大 然後慢慢的吹又吹得這麼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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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的藍瓜 能夠讓你一家人 吃好幾餐 那你在吃這些的時候 你是看到容忍的厲害 看到你用錢買的厲害 還是你有去品嘗到 去體悟到法界的奧妙 你在用三餐的時候 有沒有去感恩呢 當我看到 這麼小小的 胡瓜 你還看不出來什麼嗎 這麼小小的這樣 那個胡瓜齋 它竟然慢慢的爬呀爬呀 你看 然後竟然 哇 長出這麼樣漂亮的 胡瓜出來 這是真的法界 你看 從 這樣慢慢的長大 然後就會開花 然後又慢慢的吹大 然後慢慢的吹到這麼大 這真的是吹出來的 但是 這是真的能夠吃 人類吹出來的不能吃 人類吹出來的氣球 一支針 戳下去就破了 經不起考驗 法界的這個氣球 你用刀把它破開 它裡面也是真實的 能真的能夠吃 那你看 你看這些胡瓜 你能不能來到那種 哇 看胡瓜又是胡瓜 充滿了讚嘆 還是你還是停留在那種 那種 看胡瓜還是只是胡瓜而已 這沒什麼 或是還是在那種 看胡瓜不是胡瓜 這個沒什麼 你如果用那種科學頭腦去解析 去一一解析它的成分 然後或是用這只是一些 什麼元素 什麼分子 電子 這些組合成 這沒什麼 但是 你認為它沒什麼 它就真的能夠 止你的飢餓 最神奇的就是這樣 它能夠發揮出食指的效果出來 所以我們看看 法界的這個胡瓜的奧妙可貴 那你看這個胡瓜它也是彩色的 它是由小而慢慢的長大 這個真的長大過程 都是法界大師在變化的 我們看這個菜頭 不是 這個大頭菜 以前你看這個大頭菜 你看看不出有什麼 你越看越長越大 你看的頭越大 你看不出它什麼 叫你在那裡看 看出那奧妙 你真的是越看頭越大 但是 當你慢慢來看 也來欣賞 你就會發現 真的 你種一顆小小的菜下去 它竟然能夠這樣 長出真的果實出來 真的蔬菜青菜出來 然後你把一個小小的菜苗種下去 然後它竟然能夠這樣 長出這些豪彩頭出來 所以 如果你智慧沒打開的話 你看這個真的沒什麼 我們今天晚上有跟大家分享 你真的慢慢靜下去看的話 你真的慢慢靜下去看的話 你看這些 你都會驚奇 會讚嘆 讚嘆法界的奧妙 這個不是說 那只是你個人主觀的意思 那這樣我們也無爭 隨緣 看到最真實的 最奧妙的 都一一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所以你看 這個是那種叫做什麼菜 蝴蝦 你看 它長的它的葉子 這些變化 也是這麼的多 這麼的奧妙 它亂中又有序 亂中又很漂亮 那我們看看 這個高麗菜 它竟然一樣 包出這麼樣的青菜出來 蔬菜出來 讓大家來受用 而且法界呢 還幫它撒上珍珠 有沒有 來點綴 讓它這裡 就是像形成一個小天堂 你能不能心靜下來 去看眼前的一花一草一木 那你看 如果你的心靜下來 你看 連一個小黃瓜 它都會告訴你 法界的奧妙 它的這個盤藤這些 有沒有 上次 以前有跟大家提過 它是左右兩邊 它這個盤藤這些 它是左右兩邊 那種螺旋狀 它是相反的 它前後半段的旋狀 是相反的 旋轉的方向是相反的 旋轉的方向是相反的 你不信 你回去 你可以去找看看 再來 有一位學員 他講說 他有從Discovery的節目裡面 有看到這樣的